我今天來控告鄭文燦 組織獨立還有貝信 鄭義芳天天跟在鄭文燦的背貨 也不敢說一身監督的事情 像在做鄭文燦的小弟一樣 鄭文燦做太上市長 他做後面的威蕊市長 這次地震的政憂 不是在花工 是在討委 是在鄭文燦的身上 鄭文燦震掉了首長 蔡英文代理的民進黨 更震掉了整個台灣人 買下來的五星市長 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們今天啊 特別來跟大家報告 巴德語球館 是小天災 小天災 亮出了大燃火 我們可以看到啊 開始的時候鄭文燦說 蓋鍋要承受 過了兩天馬上說 這是銳注營造出全部責任 這種甩鉤258的行為啊 我想我們的市民都不能接受 那麼最重要的是啊 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我們今天來控告鄭文燦啊 是射擊了這個賭職獨立還有背信 賭職獨立跟背信 那麼我們知道鄭文燦靠著媒體的公關 靠著公家的資源 累積出了五星級的 五星的市長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在全台灣甚至於全世界都當著笑話在看 已經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那麼我們知道銀柱啊 呃 承包了四百五十幾億 這麼多的工程 我們要不要一一去檢視 它會不會帶來更多的災害 會不會帶我們的人 對我們市民的生命 造成更大的危害 所以 我們希望鄭文燦啊能夠重新檢視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候選人 當這件事件發生的時候 鄭運鵬是監督者 是立法委員 從來沒有講過半句話 天天跟在鄭文燦的背後 也不敢說一身監督的事情 像在做鄭文燦的小弟一樣 鄭文燦做太上市長 他做後面的傀儡市長 那麼更嚴重的是我們知道 國民黨的張生政候選人啊 從頭到尾只是在 做做文字遊戲 花花牢騷 沒有任何的作為 那麼這樣怎麼讓導演能夠搞未來 所以我在這裡啊 呃 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季節 所有的官僚 走國 我們大家一起走 讓導演的未來能夠有好生活 所以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地震的震夭 不是在 花工 是在桃園 不是在桃園 是在鄭文燦的身上 鄭文燦震掉了我們的 以求償 震掉了蔡英文帶領的民進黨 更震掉了整個台灣人 對於這個所謂的 買下來的五星市長啊 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啊 我們希望我們的檢調單位 趕快動起來 該查的查 該徹底查辦的徹底查辦 我想選舉也是沒有架期 該辦的地方就要辦 該努力的地方就要努力 好 我們以上報告 您剛剛在發言的時候有提到一個走狗 您的意思是在說 任何作為官僚或是走狗都不適合 應該是要真的提出我們自己的意見 要求鄭文燦 後面啊 我相信啊 這個不是最後的一次 這絕對不是最後的一次 也不是未來就不會再發生 好不好 那剛剛他們是否有回覆說這些投票都什麼 你這邊怎麼看 合法還要合情還要合理 為什麼做最有利的地方造成了這麼多 啊這個豆腐渣的工程 我想不是只有他們而已 未來可能還有 這個北景營啊 避案很多齁 我想大家可以慢慢看 好不好 好 北景營的避案很多嘛 人家已經提出檢舉了對不對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謝謝委員 第一時間說是承包單位 像救火團的責任 您覺得 我想這就是推卸責任嘛 這個問題開始時候講說他蓋瓜承受 等一下就用網路去代說是救火團的責任 現在要代是 是銳柱營造長的責任 都是在推責任嘛 我想這個百姓不會接受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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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北京要托車 北京慢慢托車 謝謝 下一步 不小心 不要 але 對不起 今天 除了 可以 sab 我是 主席 好 就這樣吧 高花人有哪些人想像的聲音 高花人第一個是鄭寶欽 第二個是游志斌 第三個是岩慧欣 第四個是陳寶欽 高花人第一個是唐員市長候選人鄭寶欽 第二個是中立區市議員參選人游志斌 不過請問大家 他合不合法 不是由市政府自己說 應該由檢調單位來證明 好不好 不是他自己說合法 要讓市政府來說 好不好 好 謝謝喔 好 對 鄭文燦你對不起巴德人民 對不起我們桃園的鄉親 對不起全國的鄉親 你為了自己的行政院長之路 這麼拼命的跑選舉 犯老百姓的生死你碰在哪裡 你真的要求派出你的側翼 說要哀經勿洗 這麼爛的工程 不能檢討嗎 鄭文燦 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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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市長 你應該要回到你的辦公室 而不是天天在跑行程 天天在陪鄭印鵬 你這樣不僅違反行政中立 你還要對不起我們巴德人 今天 巴德的國民運動中心 是為我們巴德子弟來建設 結果鄭文燦你作為巴德子弟 你用這種工程品質來回歸我們巴德鄉親 你這樣做得對 所以我覺得鄭文燦你第一個你對不起巴德人民 第二個你對不起我們桃園的鄉親 第三個你對不起全國的鄉親 你為了自己的行政院長之路 你這麼拼命的跑選舉 你放老百姓的生死你放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的標題是 告訴鄭文燦 你真的要要求 我們明蘭義有的計劃叫做你坐鞋子 你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工程 愛台的十二億工程 這個巴德國民運動中心 就是林士堅 林志堅 桃園棒球場的翻版 結果你鄭文燦你不思檢討 你還派出你的側意 昨天就在FB那邊發 說要哀驚勿喜 你這麼爛的工程 不能檢討嗎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的工程 你是不是要轟人家下台 結果你今天鄭文燦 你作為巴德的鄉親 你對不起巴德人 真的 那我們也看到鄭文燦這八年來的市政工程 就是我們台語一句話叫做 新流行噹噹 後代打一扛 我想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全國的媒體可以看到 今天非常富利堂皇的外表 可是你裡面的品質呢 不堪一擊 鄭市長 我呼籲你 回頭是岸 鄭市長 今天有三個議員 候選人在這邊 包含桃園區的代表我們 顏惠心 俠女 中立區的代表 游志斌本人 以及我們三地的原住民 蔡惠蘭 候選人 第一個我們要求 鄭文燦市長要 鄭市 公安的問題 大西已經死了 有個人了 你鄭市長 你自己作冠意 不夠八十十十十 接下來 我們 擠壓到原住民的 居住正義 我們希望 鄭市長能夠回到 辦公室 好好的來 思考 下一步的 市政 鄭市長 選舉 還沒有結束 你如果每天都在跑選舉 你的整個市政螺絲完全鬆掉了 所以你既對不起八德人 也對不起桃園人 更對不起全國的鄉親 而且給我們全國的政治人物 做了一個非常爛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要求 鄭市長要回歸 市政 如果鄭市長不回歸市政了 我們就要求大家下台 好不好 好 我們要喊一下 如果鄭市長再這樣下去 我就喊鄭文燦 大家下台 大家下台 鄭文燦 下台 鄭文燦 下台 郑文燦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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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也谢谢这个辛苦的警方 也还有这个基层的公务员 那我们三位候选人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桃园的乡亲 不要对我们的基层公务员来进行攻击 我们基层的公务员非常的辛苦 他们只是拼听命行事 那如果基层的公务员呢 这个有做的不好 我们应该更多的包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郑文燦郑市长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要严格的来监督郑市长